作詞編曲 李宗盛 其實我都不知道說甚麼好 今天來到總之我就是為媽媽做好最後一件事 因為其實媽媽都 闊別影視圈很久了 其實最重要是因為他很愛爸爸 失去了爸爸之後是很大的打擊 但是我一直守在他身邊 也很感謝我們身邊有很多親人 有很多朋友 他們對媽媽付出了莫大的支持 其實媽媽在喪失了爸爸之後的十二年期間 他的身體是偏向虛弱的 但是我一直照顧著他 他的情緒是波動的 但是有很多親人和朋友去安撫他 其實慢慢他逐漸都是從陰霾之中走出來 今晚為他搞一個很好的送別禮 我相信他人緣很好 他不同的圈子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所以我們搞一個漂亮的喪禮 希望不同圈子的朋友親人來到 送他最後一程 他的維緣很簡單 就是希望我可以健康快樂地生活 這樣我會好好地做 他一直以來還有一個心願 就是可以和爸爸團聚 我相信已經達成了 但何時開始知道媽媽和人家 其實是很短時間的 過半月 是過半月才確診的 是離世之前過半月 我問過醫生 其實醫生說這些病 可能是很早已經潛伏了 但是媽媽的身體其實一直都是偏向虛弱 就是種種因素 尤其是他沒有爸爸之後有一個屈性 情緒對身體影響很大 但是其實未那幾年 慢慢見到他是開心回 釋懷回 其實是向好的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想 這個可能是一個福分 因為這個病正是一個嚴重的疾病 但是相比起患這個病的很多其他人 他承受的痛苦相對較少 就算到最後一個半月當然都有痛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我相信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今天這個結局是沒有辦法改寫的 或者他是福分 因為他承受的苦楚比較少 多謝有沒有說想他的遺體是怎樣處理 是 在副告裡我們都說了 明天出問 媽媽的遺體會運到去長西環天主教墳場 那裏土葬 原因很簡單 因為她的丈夫我爸爸都是葬在那裏的 都是土葬 其實我爺爺我媽媽都是葬在那裏 所以換言之明天入土維安之後 她會跟我爹地和她的老爺奶奶 合作在同一個母園 莊姐就是我工作上沒有跟她合作的 我會跟她的家公劉克孫 算是因為我們之前有合作 拍過一套劇電視季前 趙榮哥大家都認識的 雖然都是不同台 但是她除了電視之外 她都有做很多公益 莊姐就是沒有合作過 但是我們在曲界 很多時候有些太太有些活動 她都會常常見到她 尤其是趙榮哥過身那一陣子 我們都常常通電話 我問她 覺得她的人就好像她的名字 很尊重 她的兒子很想我跟她媽媽的經驗 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兒子也是很幸福 她大概在一年多前已經很低調 結約她很少出來 沒有想過在剛剛過去中秋節的晚上 就收到阿健樂的話消息 我知道她的妝容很喜歡漂亮的 我記得阿冰姐今天也帶了一對 她很喜歡的耳環 在她的棺木裏帶陪葬 她很喜歡塗的香水 見了我叫她帶過來 是的 我們又看她的化妝 知道她喜歡漂亮 有時候有些未夠 我們也叫化妝師幫她補足她 讓她會漂亮一點 她化好了 我就再叫她加一些東西 我知道她喜歡漂亮的 就跟她準備所有的觀前花 reception 的花 所有的花 就像這樣吧 那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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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吧